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费者越开心 红米Note 8 Pro采用了一块6.53英寸 19.5比9比例的FHD水滴屏 屏占比明显提升 背部这个颜色我的天哪 太好看了吧 冰翡翠 哦 背母白电光辉都挺不错的 要说缺点 那就是塑料中方 但是玻璃后盖还是挺棒的 机身重量达到了199克 对于我一个习惯200多克的举重选手来说 还算可以 厚度8.8毫米 四曲面玻璃贴合手掌 握持起来挺舒服的 手指轻轻一碰就开锁了 是的 你没有看错 后置指纹巧妙地隐藏在了摄像头模组中 颜值加分 手感减分 因为指纹与后盖不在同一个平面上 手指放上时会有割裂感 怪不得如实瓦说 90%的时间都不用指纹识别了 解决方法就是 戴套安全又舒服 接口情况 顶部有红外 底部有3.5毫米的机空 怪不得说这么香了 硬件规格上联发科新发布的G90T 不得了啦 联发科来了 联发科在大家的印象中 一个字就能形容 弱机 真的吗 来测测